29号上午在儿童故事馆举办幸福祖孙情活动 在青葱翠绿的灵芸绿地之下 台上悠扬的二胡演奏 吸引在场的所有人听到浑然忘我 连小朋友也听得目不转睛 那因为现在的社会 小家庭的制度 过去那种传统大家庭 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居住在一起的那种 已经不复健了 所以也许 让更多的小朋友们 能够去 有更多的机会 跟祖父母在一起 然后也谢谢他们 对这个家庭的贡献 那我在这边好了 好 好 结合八月份祖父母节 以阿公阿嬷的幸福爱情为主题 当天主办单位规划系列祖孙互动的节目 由婚纱公司提供新郎新娘的礼服婚纱 在管区内的木栈道 进行装饰的幸福走廊 由县长康丽领头 开启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桥段 还是很开心看到有几对 我们的乡亲 能够穿着他们的婚纱 来重温这个 这个旧梦 希望借着这样子 呼吁大家更重视家庭 那么 这个 一辈子的恩爱都要把它保存下来 在这个属于阿公阿嬷的季节里 县府举办这个别出新才的庆祝活动 吸引许多老中青三代的民众前来参加 也让民众觉得相当窝心 幼儿园的小朋友 开心的随着老师的引导 跳起他们练习许久的故事性舞蹈 天真活泼的演出 在相机手机持续聚焦之下 他们健康的成长 对于长辈们来说 就是他们的骄傲与喜悦 周末假期天空作美 民众相聚在这个充满温馨气息的绿地 也为今年的暑假 画下一个欢喜满满的句点 东南新闻张家伟台东市报导 幸福在这里